今天我们分享一个四川辣椒油的做法 我们熬葱油放到这个辣椒酱里面 非常的香 辣椒面一凉 给它撒上一两颗盐 再给辣椒面加一勺芝麻 大概五克左右 我们先把油倒到锅里面 开火 放入桂皮 香叶 八角 蒜 姜片 这些食材都要凉油下锅 因为凉油下锅它在加热这个过程 它的香味才能够慢慢的释放出来 然后慢慢的融到油里面 把它煎至这个葱白变得焦黄 这个蒜的颜色也变黄了以后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把它立起来 在煎作料的时候尽量是保持中小火 所以它的油温不会太高 现在我们要给它的油加热 让它油温略微冒清烟 成那种中高温油 这样烫出来的辣子比较的香 我们分三次 给辣子倒入 这样的话辣子它才不会被烫焦 先第一次就给它充分的搅拌 第二次再给它放一点 第三次给它倒完 真的 这个辣子做出来的凉拌菜绝对非常的好吃 准备适量的豆腐皮 我们给它卷起来 水开 下入豆腐皮 然后焯一分钟就关火 然后把它立起来 最先放的就是我们刚才做的辣椒油 我吃的比较辣 所以说我要多放辣子多放油 放盐 放适量的糖 放适量的糖 花椒面 和适量的鸡粉 再加入姜末 蒜末 青红椒丁 放入一勺生抽 点醋 好 开始搅拌 装盘 凉拌豆腐皮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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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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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